而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他宣布参选之后频频曝光 今天特地南下台中前往琵琶园区来视察 果农生活 他强调要贴近基层 才可以了解状况 中午他也跟妇女学会来进行参序 也被解读是不是在抢供妇女票呢 来看一段稍早的访问 我觉得国家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对这种小农 新农 对加拿下做 像琵琶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可是他们都遭遇到这个困难 所以说那更遇到老农 可能面临问题更多 所以我第一次下乡 我就要跟农业 了解农业 了解我们农民所遭遇到什么困难 了解农业的家庭 他们居住的环境 了解他们子女就业的情况 了解他的农业的技术 从哪里来 了解农业产值为什么那么低 了解农业的产销的问题 一年只有三四个月可以生产 其他时间都要做工 所以我真的了解到 我想我将来不管我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一定要到基层去 我今天乘公爬到山林田里面去看 在那边待了一两个小时 看看他们怎么样拔那个坏虫 怎么拔牙 怎么样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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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枇杷的叶子呢 能够尽量的开展 下到太阳 不必要的猪就把它拿掉 甚至非常美马自动化 将来我如果要提出任何的证件 要提出任何的发表 我不会去找一些博士 找一些刘美的 来给我写一些论述 我一定呢 带我的小编呢 每天都来看 我还会回来 到处去看 我因为 从实际的情况来了解 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有没有对策可以解决 但我也挺能他们提出一些意见 我这一次收获非常的大